店家狂漲 殺的一票企業措手不及 但是卻也促成了另一項的商機 我們獨家帶您看 原來台灣有這樣的企業 是專門在幫公司節電 你省下多少電我就跟你對分 包括深恆昌 還有漢堡王等等公司 都靠著他們來幫忙省電費 另外還有超商也成立了減碳小組 他們省電費的妙招是什麼呢 我們帶您去看看 視線所及全都需要電力 經營一間30瓶超商 一年的用電量平均達14萬度 當低電價時代即將結束 業者如何找出路 你一定在超商看過這樣的雙層玻璃門 這種風除式設計就是為了節電而生 透過一道自動門以及一道手動拉門 可以減少冷氣的外泄 冷氣空調跟著超商24小時不打烊 雖然這波沒被列入漲價名單 但超商的節電策略早就藏在你我周圍 貨架上方的天花板硬是矮了一截 燈管就能少裝一點 超商的節電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讓消費者無感 因為不能破壞了消費體驗 像是冰箱的儲物功能就只有在離風時段 才會減低速率 零零總總的措施加起來 也幫超商省下了七千萬度電 以7-11而言 旗下的減碳小組一年替超商省下1.6億電費 市面上也真有一種行業在專門幫人節電 透過安裝智慧電表 每一分鐘的電力數據都即時上傳雲端 小支員工忘了關燈關冷器 大支電力設備耗電異常都能即時通報客戶 不止百貨商辦 漢堡王 世界先進 中美金 上百家企業都是客戶 幫你從規劃到建造 一個貨櫃大的空間就能建置一間工廠的儲能系統 這一格格黑盒子叫做離三元電池 用來儲存多餘的太陽能 或先把夜間離封時段便宜的電存起來 百田再用賺價差 我都一樣 它都是長期靠俄羅斯 那這樣的電力不在穩定跟便宜的時候 他們要靠自己 不完全是靠政府本身 靠企業也好 靠美東大樓去做一些建制 我想這是看到一個整個未來正常的商機 也不止在台灣 今年以來先是停電 又是漲價 成為企業主心頭的陰霾 卻也照亮智慧能源 商機無限 東森財經新聞 鍾如潤 吳伯偉 留著在台北桃園的採訪報導 談後交戰